感觉我今天说话特别的 日前向往的生活播出最新一期 杨子来到蒙古屋做客 张子芳难得见到女孩子 画夹子瞬间打开 主动给姐姐找活 像一颗小跟壁虫 傍晚坐在一起聊天 杨子说之前听别人说张子芳话少 她感到很奇怪 她印象中的张子芳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 张子芳听到后十分惊讶 还有些羡慕小时候的自己 别看现在的张子芳是画少内向 但是杨子芳料说 妹妹小时候可是个画老 所以就能看见妹妹一直在和姐姐聊天 杨子身穿黑色的牛仔外套 那搭白色打底与浅蓝色衬衫叠穿 下身穿黑色修身裤 很休闲舒适的一套穿搭 张子芳身穿浅蓝色的牛仔套装 牛仔上衣是修行款式的衬衫 那搭深康色的打底背心 同样是俱将休闲的一套穿搭 因傍晚天气凉 她又穿上了一件白色的毛衣 姐妹俩坐在一起聊天的画面 好温馨好友爱 喜欢就定月备